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祝您新年里事业稳健 裁员广进 那毫无疑问 健康将成为2023年 你和我以及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观念词 我们都要把健康生活 健康工作 健康发展 作为2023年的第一要务 保健康也将成为2023年中国国家层面工作的重点内容 那么如何在健康方面进行合理的投入 健康产业又有哪些投资机会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 新年快乐 永远幸福永远快乐 新春快乐 然后事事顺心 希望新的一年里家人能够身体健康 平平安 身体健康 希望大家今年能身体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身体健康 我觉得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家人健康最重要的 希望2023年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 然后疫情赶快过去 每个人都能回家团圆 恰逢春节 今年年货消费的一大特点 是人们对健康的追求显著增长 有报告显示 以保健品体检健康功能家电为代表的健康年货 成为今年人们年货消费的亮点 根据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健康平台数据 民众的健康消费理念正在发生变化 除了防疫相关的药品 慢病用药 体检服务 保健品 居家诊疗器械等需求增长迅速 近一月来 天猫平台呼吸系统用药的购买用户数 同比增长超过了三倍 而购买心脑血管 肝胆用药的用户数 同比增长也超过了50% 近一周以来 天猫上阳康体检的搜索量 同比增长了3.5倍 临近春节 父母体检的搜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 名单数据显示健康监测体检运动类商品交易量增长较快 其中健康监测手环交易金额同比增长153.8% 体检交易金额同比增长22.9% 消毒液 免洗洗手液等万用消毒产品销量也将为可观 而且很多人不仅为自己选购健康防护产品 也注重为家人采购体检或健康监测项目或产品 保健品 药品等消费也有明显增长 比如维生素 益生菌 西洋生等健康类产品 另外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追求还体现在居家环境的健康 对于具备除菌 消毒 空气净化等功能的健康家庭需求持续增长 在经历过疫情的严重影响之后 那么预计2023年人们对健康方面的消费会更加重视 无论是预防性的还是文体娱乐活动 甚至包括美容化妆 医美 以及其他的这个政府的医疗资源投入方面 我觉得会有一个这个比之前更重视 由于新冠疫情因素影响 消费市场受到冲击 但健康消费却呈现了较快增长势头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人均医疗保险消费支出2115元 增长14.8% 增速高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1.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 央行报告也显示 问及未来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时 居民选择比例最高的为教育 其次就是医疗保健 人们更愿意为健康付费 这些疫情对今后的健康产业 肯定是会一个很大的推动 除了跟这个疫情有关的这些产业之外 可能大家对于身体健康的这个花费方面 会更加大方 这样的话就会更有力地推动 整个医疗产业的发展 对于民众而言 更愿意在哪些方面为健康付费呢 针对这一话题 凤凰卫视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共同发起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38%的人选择断裂养生 17%的人选择保健品药品 29%的人选择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 16%的人选择是情况而定 我觉得还是运动吧 那最后你能做到的只是就是加强我自身的一个抵抗力嘛 所以我觉得运动方面 健康方面还是会持续去加大的 包括家人包括自己 家里备一点常用的药吧 多保健吧 就是一些增强免疫力的一些保健品 还有一些这种食品的一些 增强自己的一些自身的抵抗力 找岁找起身体健康 尽量少熬夜 多吃点蔬菜 多喝热水 我希望大家2023年能够新的年注重锻炼 注重饮食健康 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2023年健康成为全民关注的头等大师 别无例外 人们都将优先的考虑如何守护自身的健康 如何保障家人的平安 我觉得健康是一个全民都要关注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所以健康并不仅仅是我们以往认知的那种 吃药打针这样的问题 其实它是贯穿着你整个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运动习惯 所以我觉得还是号召大家一起运动起来 更关注自己的健康 可能总有一天 我们是希望通过不治病的方式 来让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生活越来越美好 随着民众健康意识提升 健康消费需求也迅速增长 未来健康生活理念被更多人接受 健康产品和技术不断的突破和创新 这些都会催生健康消费市场需求加速释放 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也于一月初宣布 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实施一类遗管 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 从风险地区和人员管控转向健康服务与管理 全球远程健康管理市场将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据预测2026年全球远程健康管理市场规模 将会达到1857亿美元 中国远程健康管理市场空间 在2030年有望超过4万亿元 我们国家在健康管理方面 从国家的投入 社会的投入 我们老百姓自身需求的投入 现在就达到我们国家总产值的7%左右 美国的投入去年年底 数据大概是在17%左右 我们大概是在1%左右不到一点 因此呢 咱们中国的健康管理的投入 以及呢健康管理的投资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 有分析预测 在国民自我健康管理一时日益增强 以及整体行业发展的驱动下 2024年中国数字健康管理核心市场规模 有望达到2418亿元 而随着国民健康管理需求的拉大 围绕健康管理开展带动的产业市场规模 估计将会超过1.2万亿元 这里是上海本土的一家中药保健养生产品企业 主要今年野山深 冻虫下草 石壶风斗 冻中药自补品 及其身家工产品 据介绍 随着中医药在应对疫情当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 民众对传统中医药的认知和需求 都在大幅提升 那么这几年应该说销售还是逐年上升的 因为挡不住人们对健康的一种干预的需求 那么这三年的疫情 其实又给人们上了一堂课 就是健康的重要性 抵抗力是关键 那么抵抗力就是身体的免疫力 所以身体的本质的这种底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后疫情时代 关注健康 分析认为 中国民对于自身健康状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趋势下 数次健康管理行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土壤 另外 近年来 有关健康管理的政策频出 全生命周期健康 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国家层面再次强调要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 贯穿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从看病治疗到健康预防的理念 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目前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仍处在初时期 市场空间巨大 随着中国大健康城蓬勃发展之势 市场容量不断扩大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城市 均已制定了健康产业相关发展规划 将健康产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扶持 我个人会认为就是说 从一个相对比较红外角的上而言的话 大家整个的一个收入预期的改善 和预期寿命的一个增加 包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一个提高 那么对健康的关注肯定是提高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雇庸置疑的一个现象 大家对这一块的一个投入 包括政府对这一块的投入 也是会增加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长逻辑上 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东西 不一定跟疫情相关 那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 所以我觉得是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近年来政府部门已多次展示 基于全国推广健康管理服务 及建立全国健康管理服务基础设施的决心 健康管理行业亦有大量资本投入 中国健康管理逐渐进入了发展健康保险业务 及互联网医疗等衍生业务的融合阶段 中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 从2015年的2480亿人民币增长到2020年的8503亿人民币 其间年复合增长率为27.9% 对于我们民生来讲 它当然是国家投入要多的 企业可能也要投入要多的 那么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 跟我们自己的生活 它都息息相关 这个从经济学来讲 它没有问题 就这三个领域里面 它就是缺口 老年照护 那么还有就是老年的陪伴 慢病的管理 当下来看 它是确实是 几大关键的一些领域 归根结底 能满足需求 那么你的服务一定要能定价 能有人支付 你这个产业才能继续下去 在大健康理念 普及保健意识普遍提高的环境下 人们的健康需求也出现了升级 健康管理的精细化 线上化 趋势逐步显现 疾病预防和慢病管理的需求 也显著扩大 有分析认为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人口老龄化 及慢性病患病率上升 是推动中国医疗大健康行业发展的 三项主要因素 就是由于慢病的 井喷式的发展 而造成了 现在这个慢病这一块的管控 特别的有需求 慢病的管控 大家知道 我们有病的去治病 但是没有病呢 就是预防为主了 就是健康管理了 那么健康管理 我们始终提出了 叫四大即时 膳食问题 运动问题 这个心理问题 这些问题都和产业密切相关 这样就萌生了 很多的在预防 或者控制慢性病的一些产业 同时 基于健康管理 对于慢性疾病 和亚健康状态的管理优势 以及互联网技术进步 等因素的叠加 预测中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 将在2025年 达到21898亿元人民币 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20.8% 人人健康 这不仅是民众的美好愿望 和基本诉求 也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 而要达到全民健康 实现健康共享 仅仅依靠健康卫生部门 或者机构 还是远远不够的 更需要每一个人 树立起健康管理意识 从自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 守护好自己 和家人的平安与健康 好 下节回来继续话题 祝全球华人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 祝中国经济 蒸蒸日上 新春快乐 2023年 中国经济将迎来 疫情之后复苏的第一年 在此新春来临之际 中勋祝愿全球华人 兔年大吉身体健康 红韵当头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虽然2023年 中国经济 仍然面临多重压力 但随着当局 一系列政策效果 持续显现 增速复苏 预期修复 已是普遍共识 但中国经济的修复幅度 到底有多大 如何稳投资 促消费 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宏观政策 又如何协调发力 推动经济运行的 整体好转 中国深度财经 继续为您深度解读 这里是中国上海 南京路步行街 越来越多的人 走出家门 走进市场 尽情感受浓浓的过年气氛 人们逛逛街 买点年货 吃点小吃 或者干脆就在饭店 来一顿团圆年夜饭 商业和市场复苏 回暖的迹象格外明显 今年的年夜饭 其实我们从小年也开始 到真月十五 我们包房已经是全满的状态 除了有排队去年订不到的 还有就是退了以后 巴不得你退 退了以后他把它订进来 因此我们今年 我觉得不受疫情影响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担心过 这次年夜饭的意义又不同 综合来看 2023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回升 已经成为市场共识 官方数据显示 2022年全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上年增长3% 有报告分析指 2023年中国经济将步入 内外需增长动能转换期 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 或将有所改善 疫情防控措施 或将更加优化 有利于各项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房地产市场逐步修复 高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服务业 生产和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 叠加2022年低技术 中国宏观经济各项指标 将较上年有所回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个国际世界银行的预测 今年可能是30年来 这个全球经济面临 最痛苦的一年 三分之一的国家会进入衰退 但是中国应该是这个 这个趋势的一个逆行者 在经历了2022年的一个下行之后 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将会面临非常明显的反弹 资本市场已经体现了 一种这种活力 我觉得今年的经济 应该是看到是一个前提后高 从基本面来看 经济回升幅度 还取决于疫情防控措施持续优化 以及国内市场需求和信心等修复程度 学者认为进入2023年 疫情防控进一步优化 中国将把发展重点放在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以及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上 预计经济表现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好转 2023年中国经济走势大概率呈现前提后高的态势 预计前年的GDP约为5.5%左右 从节奏来看 二季度因低基数将是全年高点 此外经济增长动能将进行切换 一是扩大内需弥补外需下行 海外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增强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基建持续高增 防疫政策优化可能带动消费回暖 对冲出口增速下滑 三是房地产销售和投资逐步其稳 二季度之后经济运行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复苏 一季度的话 由于一个是去年一季度基数偏高 今年又是一季度 可能各方面政策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 尤其是有关房地产消费 这些内需方面的相关的政策 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逐步的推进的 逐步的落地的 所以在两季度可能 这个效果明显的显现的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 面临的突出矛盾 特别是受限下消费场景受限 居民消费能力减弱和消费意愿降低等因素影响 2022年中国消费市场总体疲软 对此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作为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 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 要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增强消费能力 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支持住房改善 新能源汽车 养老服务等消费 最近政府租车台很多的政策 用降费 用减税 用扶持的合作政策来激活企业 拉动消费 包括障害采取的消费券等等这种形式 来帮助企业度过困难 那么我想相信 2023年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我们还是有增长 还是有增长 所以我相信 未来的节目 我们会快速发展 近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防疫政策优化 元旦春节消费回暖 市场对于2023年消费表现 抱有信心 专家普遍认为 2023年消费 有望在疫情影响相对减轻 以及政策持续支持下 保持恢复趋势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会提高 尤其是在稳政党政策持续支持 和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 居民收入有望持续恢复 对未来经济和收入增长的预期将有所改善 边际消费倾向将有所提高 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商场 负责人表示 内地防疫措施优化后 客流规模稳步增长 但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仍需时日 为此商场开展了多项促销活动 吸引民众购物消费 客流量我们现在从一月份元旦以后 客流量是整个商场 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大概在20%左右 放开以后 实际上会给整个线下的消费 带来很大的复苏 在线下的话 就是可以试穿 然后试一下的话 会买得比较放心 因为在网上买衣服 可能就是会有退换的问题 还会加长购买的这个时长 也有学者指 消费回暖需要政策进一步加厉 应加大中央财政对消费的支持力度 通过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 加大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和已旧换新补贴 发挥平台企业消费放大起作用 加强财政支持 与金融服务联动等方式 推动消费恢复 此外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 成为稳增长的支柱力量 预计2023年 政府将会继续加强基建项目储备 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运用准财政工具等方式拓展资金来源 推动基建项目早开工 专项债等资金早使用 基建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因此在这种政策各种环境改善的推动下面 内需会在2023年出现明显的回升 那么这样就拉动经济增长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 它内需还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我们认为2023年的GDP 它定的目标有可能会是在5%以上 但是实际最终的结果 我认为在5.5%以上还是有可能的 在民众看来 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靠什么拉动 针对这一话题 凤凰威视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共同发起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27%的人认为是消费拉动 39%的人认为是投资拉动 18%的人认为是房地产拉动 16%的人认为是出口拉动 就是消费吧 尤其是那种 就是需要建加场景的消费 还是平时的消费吧 就是日常用品的这些 觉得这方面还是需求比较大一点的 还是会消费会起来的更快 原来大家这个该花的钱 慢慢又会花起来 估计可能还是要防地产领头吧 可能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有就是在医疗方面的一些投入 还有一些这种新经济 比如说半导体啊 光伏啊 还有风电啊这些 在2022年稳经济政策力度明显加大 财政金融产业等各项政策频出 2023年如何用好宏观政策工具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张家表示2023年一方面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着力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财政货币产业科技 社会政策协调配合 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同时还要加强跨年度政策协调 衔接推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支持设备更新改造 扩大制造业中长级贷款等存量政策 持续落地减效 比如说货币政策要精准 更多的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和现代政策 去支持相关的一些行业的发展 包括了上新 新能源 绿色 角微企业 还有一些制造业的更新换贷等等方面 那么同样的财政政策呢 是要提高它的效率 同样的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相关的领域有一些 这个支持的力度会体现出来 同样的在基建层面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 偏积极的一个态度 从而使得我们增长动能层面 依然有一段时间的延续 中央行官员近期表示 稳健的货币政策精神有力 就需要聚焦在扩大有效需求 和深化供给策改革上 将当期总收入最大可能的转化 为消费和投资 使经济快速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另外强调金融政策 要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 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 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群体收入 提高消费能力 继续做好能源 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保障 同时集成更多金融资源 支持城市更新 相存振兴 创新运用多种融资工具 推动完善社会领域投融资机制 加快社会领域补短板等 宏观经济政策 财政货币政策 肯定会进一步宽松 房地产政策 也会进行更加宽松性的调整 一些平台经济 也会从以前准备 走向鼓励发展 另外对于中小微企业 这些疫情中 受损失最大的企业 和个人 会进行更多的政策性的辅助 从政策角度来讲 应该是会 我觉得宽松率子会很大 会支持经济的反弹 针对积极的财政政策 如何发力提效 中国财政部官员也表示 加力就是要适度加大 财政政策扩张力度 提效就是要提升政策效能 要在财政支出强度上加力 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 贴席等政策工具 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在专项在投资拉动上加力 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适当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 持续形成投资拉动力 此外要完善税费优惠政策 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 着力筑起纾困等 中国财政税务部门公告称 2023年全年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 稳预期的话呢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企业家的信心 第二是投资者的预期 那么从企业家信心来看的话呢 随着消费的复苏 内需的复苏 那么应该会逐步的恢复 那么政府的话呢 也在出台一些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来稳存长的一些政策 一些措施 那么居民的消费呢 这个一旦起来以后 那么这个内循环畅通 商品卖出去 那么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如何去扭转 这个经济运行的负面循环 得找到一个突破口 来打破这个负循环 经济增速的修复 重点在于预期修复 有分析指中国当前 修复经济的根本核心 就在于扭转社会的弱预期 无论是防疫政策调控 对消费市场的利好 还是房地产交付 债务方面预期等等 要尽可能的使未来的 不确定性减弱 从而改善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 好 下节回来 一起来关注近期资本市场的表现 祝全球华人 在新年里扬眉吐气 万事如意 在经济资本市场 可能双回暖的当下 抓住时机 投资顺利 在新历年 祝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强劲复苏 祝全球华人 幸福安康 生意新荣 万事如意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周里 A股三大指数上扬 一年来首次站上了年限 节后行情是否会延续 北向资金持续大幅流入 哪些资产受青睐 中国发布核心经济数据 各地制定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有哪些布局会成为投资机会 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的说法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周 上证指数自2022年2月以来 首次站上被视作牛熊分界线的年限 护身300上证50指数 自2021年8月以来首次站上年限 前半周行情风向标 券商板块集体暴涨 带动市场人气 银行板块估值延续回南态势 信创电子表现活跃 民航保险和汽车板块呈现跌势 周初还是相对比较强势 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央行在周初的 中期借贷便利和逆回购放量比较大 本月到期的中借贷便利是7000亿 实际上做了7790亿 增加了10%以上 第二就是7天的逆回购和14天的逆回购到期 就是到期只有20亿 但投放量非常大 所以整体上来说流通性是有一个注入的 第二个就是因为北上资金的持续流入 大家还是看到了一些机会一些信心 春节假期前夕 A股市场整体量能表现恰强人意 但以北上资金为代表的海外机构投资者 逆势打举建仓加速流入 相关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截止1月13日 9个交易日里 北上资金连续8个交易日实现净流入 累计净买入额达到640.15亿元 高盛以瑞云预测 2023年北上资金将会净流入约2000亿元 行业板块分布上酿酒保险银行电池和有色金属 是北上资金增持的主要方向 当然我们对于资金的具体的 比如说是长线资金 有多么长线多么看好 依然还是一个观察的阶段 但是我们的确最近年初到现在 似乎看到一点这样的一个变化在进行 这当然是利好的 那么从板块方面呢 也是非常明显 他们还是流向行业龙头 那么一些消费里面的核心的标底 这是他们非常喜欢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天 对于金融板块的买入 也是持仓增加的 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 越来越多外资看好2023年一股涨势 具体到春节假期后的短期走势 过去十年上涨趋势明显 除了少数年份如2013和2021年 由于利空因素影响带来节后下跌外 大部分年份都能够消化节前产生的负面因素 形成上涨或者反弹行情 另外节后一般小盘股风格占优 成长稳定和周期风格占优 行业方面节后通信计算机综合 仿制服装 农林沐浴表现更亮眼 市场人士认为2023年春节前外资持续流入 春节后市场还将迎来两会预期 海外环境好转等积极因素 上涨概率较大 那么春节之后的三天和春节之后的一周 港股和A股上涨的概率 高于60%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特别是A股上涨的概率 在春节之后要甚至高于港股 那么主要的催化剂是什么呢 依然是盯准了数据的恢复 我们12月的数据很差 但是如果是说1月份的数据稍微能够向好 那么就会在这个上涨的道路上 更加的给力和加持 另外的就是政策 我觉得会不断的发力 与此同时呢 春节期间的消费情绪 消费的一些数据 会对于市场提振 会是非常大的一个限限 在这样的市场预期下 投资者选择持股过节 还是持币过节 对节后的行情又有什么期待 中国深度财经联合 凤凰网财经发起调查显示 56%的网友选择重仓布局 24%的网友保持中性仓位过节 12%的网友持少量仓位 8%的网友则清仓持币 持股关键 因为这个复苏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嘛 所以股票应该还是今年上半年至少比较受益的 我是持股过节 最近中邦国企资产重组的消息 给节后的军工板块带来利好预期 中航电策拟购买2000亿市值的军工巨头 成飞集团100%股权 中航电策主要涉及航空军品传感控制等领域 过去一年股价调整明显 最近市值仅63亿元 业绩预告显示 预计2022年规模净利润为1.69亿元到2.3亿元 同比下降25%到45% 有券商认为如果收购顺利完成 中航电策将成为A股军工板块的全中龙头 同时军工板块不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 且行业周期处于14五黄金发展期 具备长期配置价值 这个案例如果说最终能够成功的话 实际上对中航电策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大的飞跃 一个市值从一个60亿的市值 资产规模在30亿左右 一下子能够 我估计它的总资产规模能够到1600亿左右 然后它的市值还是有望 毕竟2000亿的如果说是目前的情况来看 军工资产的证券化也是助力于三大航空公司 飞机制造公司的这样的发展 我想这个应该说有助于实体经济 也好有助于航空工业装备也好 这个的发展 另外一个市场关注的焦点是 千亿市值的芯片龙头维尔股份披露 业绩愈检愈高 年度规模净利润为8亿元到12亿元 同比减少73.19%到82.13% 而规模扣飞净利润为9000万元到1.35亿元 同比减少96.63%到97.75% 维尔股份的主要业务为半导体产品设计和半导体产品分销 公告表示 新冠疫情 地缘政治 消费电子市场低迷等因素对业务产生较大影响 事实上分析认为业绩大幅缩水的原因是存货问题 维尔股份预计全年计题的存货叠价 准备为13.4亿元到14.9亿元 并在一到两个季度内达到峰值 或在2023年二季度回归正常 近一年来 维尔股份的股价下跌程度已经达到了57.12% 维尔股份现在面临两大困境 一个就是盈利能力下降非常快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有止跌 那么第二个就是目前的库存 如何来化解减则准备的风险 而且从目前的资产规模当中 它也超过一半 基本上都是存货 这个在财务处理方面 我觉得是不够理想的 那么当然现在寄希望于就是明年 2023年或者今年的这个消费电子 能够有一个持续的复苏 但这个复苏现在来看 可能大家的预期还是偏保守 虽然这个维尔股份公布了这个 不是很好的一个消息 市场倒没有跌 相反出现了这个逆势走强 但是公司的不确定性 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近日中国国安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数据 2022年全年GDP比上年增长3% 相关分析称 对于2023年经济走势 市场乐观预期在不断走强 诸多机构也调升了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摩克士丹利将2023年 对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预测 从同比5% 调升至5.4% 瑞银野村证券 分别将预测值从4.5%和4% 调升至4.9%和4.8% 今年的恢复就要盯准了 消费到底是恢复到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今年的一个核心 因为本身消费的增长 它的贡献占GDP贡献的正常年份 是60%到65% 那我们曾经呢 把这个速度去年一路 曾经一段时间降低到了40% 所以说 为什么在这个保GDP的三驾马车当中 这个消费是最最最核心的 那么今天出的一系列的数据 摄灵增长非常的差 12月份下跌了1.8%同比 对吧 全年下跌了0.2% 这就说明 那你 这个消费增长了 摄灵就增长了 那么GDP里面最核心的这一块就起来了 中国大统计局发布 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 各界还比较关注的是 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 2022年年末 全国人口14亿1175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从年龄构成看 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 60岁级以上的人口为19.8% 从城乡构成看 城镇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增加646万 乡村常住人口则减少731万人 所谓的试婚人群 出婚人口 大概是27岁到29岁这段时间人口 其实它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表现 可能会比整体的人口的数量要好一些 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 偏大概率 在2023年到2027年这段时间 其实整体的这种出婚人口 或者失婚人口 它是比较稳定的 它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时候很多刚需还有改善性需求 它的增长就会更加的扎实 可能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种行业 会告别过去一段时间 这种快速萎缩 或者是承受巨大压力的状态 无论是像这种房地产 还是教育母婴 这些可能接下来 这些企业的整体的这种环境 反而会授予于 大的人口的萎缩周期里面 一个中型的这么一个平台的这么一个周期 近日有消息称 北交所融资融券券交易和做事交易 有望在春节后正式上线 目前至少有67家券商 开通了北交所融资融券交易权限 业务推出后将为市场迎来增量资金 盘活以北正50指数成本股 为代表的优质股票流动性 做事交易方面 首批做事标递约为50只 头部股票横会达到4到5家 按此规模有业界人士分析 估计近期北交所市场 会有近亿元资金净流入 对于北交所来讲 它的核心 与其说是从供给端去找原因 不如从需求端找原因 怎么说呢 是说北交所上市的标的种类 标的种类得丰富 那么标的得足够有吸引力 这个才是投资人 去投交易所的最核心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除了从制度上面 给予支持以外 还得想怎么才能吸引来更多的 有吸引力的这些创新的股票 这才是最终解决 它的交易量 换手里的核心点 上头摩根 2023年投资围绕消费基建和制造业 中信箭头 关注节后市场胜率 更显著的创业版 中信证券 预计节后医药医疗和新创有望房利 中级公司 市场固执处于低位 但不排除短线扰动 国泰均安 关注地产链 金融消费医药 嘉宾观点供您投资参考 兔年一时 再次恭祝全球华人 健康和乐 投资顺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周六晚7点15分 再见 至此新春来临之际 祝全球华人 兔年大吉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祝中国经济 疫情之后 唤新出发 不断向好 至此新春佳节之际 祝全球华人 在新的一年当中 能够从全球市场当中 披荆斩棘 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 也可以收获中国经济的成长的力量